看看这各式新奇口味的吐司 光是用看的就够让人直流口水 但传统印象中早餐吃吐司不稀奇吧 这些可都是夜间限定的 切开刚出炉的热压吐司 满满的珍珠还带有香Q口感 就连高档鹅干也能变成吐司馅料 不管是甜的 咸的 夹肉的 夹生菜的 都能让夜猫族在半夜大饱口福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你看一间早餐店在半夜开 它分量还蛮大的 还蛮大一个 大就是吐司 原来高雄最近可说是 掀起了深夜食堂的风潮 其中光是主打大半夜 吃吐司的店家就有十多间 但光是卖吐司挑嘴的民众 怎么会甘心上门呢 业者只好嚼尽脑汁 推出像鹅干又或是珍珠奶茶 华生酱麻糬和南洋风的吐司 希望利用特殊口味来抢客 里面那个奶油会 就是它热热的 然后有流出来 就是还不错吃 通常在吃那种炸的 或是烤的或是卤味 所以就想说吃吃看不一样的宵夜 深夜限定的吐司版宵夜 让高雄的民众 现在半夜肚子饿 都会相约吃吐司 民众吃饱饱 也造就半夜早餐店的新商机 记者继不是张醒 高雄报道 我传媒 我传媒 我传媒